第1561集 李延欣的脸上带着一丝妖媚的笑意 他突然右手一抓 浮在半空中的冷月骤然回到他的手上 冷月似乎是感觉到了主人的异样 他在李延欣的手中不停地颤抖着 李延欣的右手一震 一抹紫气迅速地传遍了冷月 然后他转身 右足一步踏出 人已经是在半山腰处了 接连几步便消失在了夜色之中 丛林中的事情刻不容缓 因为有利益在这里面驱使 所以各国也挺积极 第二天一大早 队伍便集结完毕 各国各自地派出了五名 混编入叶好轩的队伍里面 而且巴菲扎听说 儿子要去丛林了 特意调出来了自己的手下最精锐的队伍 带上七七八八的东西 护送卡迪德去丛林 早上八点的时候 部队集结起来 便向丛林里面进发了过去 现在已经有大批的部队 在丛林的周边集结了 携带有重型的火力 因为昨天晚上林子里的那一波攻击 让所有人都不安了起来 当地的军阀和部落之间的战斗 也暂时地停止了 所有人都集结在丛林这里 五国的维和部队也围在这里 所有部队得到的命令就是 不管什么东西从这里面出来 一律地割杀无论 这已经不是一件小事了 万一这里面有什么古怪的玩意儿 从里面窜出来 那可不是闹着闹的 昨天晚上的一波 有可能是里面的怪物试探性的一波攻击 各国的科学家推断 里面也有可能会有智慧生物 在操控着这里面的怪物 想象一下 如果这里面的怪物 真的有秩序地攻了过来 并且利用各种队形 那将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 所以大家还是小心一点比较好 耶 我觉得 应该给我们每个小队 都发一个逆的空间折叠包 哪怕是最初级的 那样的话 大家也就不用背着这么重的东西 向里面去了 约瑟福走到了叶好轩的跟前 去套进屋 你说我背后的这个玩意儿 叶好轩诧异地说道 他的脑袋摇得像是波乱鼓一样 哦 对对对 我说的就是这玩意儿 叶 我们是友好之邦 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不一样 哈哈哈哈 呃 我们的国家一直是 no 约瑟福 我想 你还没有弄清楚现状 叶好轩摇摇头 这玩意儿有多贵你知道吗 成本有多高吗 一般都是用于大型战役的 不过鉴于这一次任务的特殊性 所以国家才给我配了一个 你还想一队一支 你没有开玩笑吧 而且 我们现在队伍是混编的 你们要听我们的领导 所以也就不存在一队一支了 我们就是一个整体 叶好轩道 我只是想让队员们 减轻一下负担吧 约瑟福也没有想到 叶好轩居然可以直接了当地拒绝 他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你太小看他们了 叶好轩摇摇头 大家都不是一般人 拿这点东西对于他们来说 简直是个毛 约瑟福上校 你的念头还是打消吧 好吧 约瑟福善善地笑了笑 他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现在丛林的入口处已经有重兵把守了 几辆重型坦克在这里 而且空中有直升飞机巡逻 在远处的机场里更是有战斗机在等着 只要是一有情况 所有的力量就会用重型的火力 把丛林里出来的玩意儿给轰成炸 这不仅让人想到了零几年的时候 各国在索巴里演习的时候 那一次跟这一次的情况差不多 不过没有这一次严重 各国对外宣称是为了对付那里的海盗 但是大家也不是傻子 对付海盗岂能用到牛刀呢 不过那一次的事件已经被压了下去 之后结果如何也就没有多少人知道了 但是这一次是不同于上一次 这一次的情况比起索巴里事件 那要严重得多 现在虽然公众还不知道这里发生的事情 但是指终究是包不住火 现在各大媒体的记者已经赶到现场了 只是各国不允许媒体把这件事情报道出去 至于说各国部队驻扎到这里的事情 也不是什么大事 这里本来就是一个三不管的地方 而且昨天晚上出现的怪物 早就把当地的军阀给吓破了胆 非洲的各政府也自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去应对这件事情 所以这件事情只好交给五大国的部队处理了 在这里做了一处简单的交界 部队就浩浩荡荡地走了进去 最前面的是五个北极熊的人开路 这几个人是天赋异禀者 身材高大 而且极其的粗壮 更重要的是身体的强度高 几个人如五辆坦克一般在前方开路 发现了没有 这一次我们进来 里面的情况比起以前复杂多了 穷找到叶浩轩说 你是使这里的道路更加复杂了 叶浩轩问道 不仅仅是道路更加复杂了 你看这里 穷指着一株奇形怪状的树 这棵树看起来是织物 但是它却是一种圣物 叶浩轩拿起刀 在树上砍了一下 只听扑的一声 一股鲜血 从这树上就躺了下来 而且砍破了皮之后的树 发出了一声淒厉的叫声 紧接着便渐渐地尾黄了下来 那这玩意儿到底是植物 还是动物呢 叶浩轩百思不得其解 他是真的不知道 如何定义这里的东西了 暂时把它定为植物吧 穷做好了记录 这里面是一个圈形的生态圈 里面的屋种也是圈形的屋种 等这里的情况温定下来了之后 我们要投入大量的科学家 对这里的生物做出锡质的分类 而且了解它们的习形 与其他方面的东西 那就是你们科学家的事情了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先制止这个生态圈的 进一步扩展 这里已经不是地球 所有信号的东西都没有信号了 穷拿出手机 确实 上一次在边缘的地方 我们的卫星电话 还能很好地接收到信号 但是这一次 却什么也接收不到了 叶浩轩拿出了手里的卫星电话 发现上面根本就没有一点信号 这个地方完全是一个独立的思维空间 看着周边的环境 穷一边做着记录 一边说 耶 我觉得我们不能按照上一次的路线去走了 因为这里的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那座神电不可能还在哪里了 那我们这一次只能凭着感觉走了 叶浩轩拿出了电脑 调出了一副模拟的雨林图像 这是今天早上的时候 无人探测仪 探测出来的大概的丛林图像 我已经感觉到了神的召唤 卡迪德站了起来 他走到了叶浩轩的跟前 跟我走吧 我能保证带你们到神殿那里去 好 跟着他走 叶浩轩招了招手 队伍开始向前走 叶 他靠谱吗 穷有些不是太相信卡迪德 因为他知道卡迪德 是一个当地军阀的儿子 在他的印象里 当地那一直是很落后 很愚昧的代表 所以他不是很相信卡迪德 跟着他走吧 绝对不会有错的 叶浩轩微微的一笑 他向前紧走了几步 率先赶在了前面 既然叶浩轩都说没事了 那穷也就无话可说 一行人对视了一眼 然后跟着叶浩轩向前赶去 天知道这个四围的空间 到底有多大 那里面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大家一路上都是小心翼翼的 他们尽量地避开一些 尽可能会发生危险的地方 因为早上的时候 已经向里面投放了一批 探测机器人 这些机器人在丛林里面 安放了信号塔 所以地图一点一点地 展现在了行军的电脑上 我们投放了多少机器人 叶浩轩向一位队员问道 叶医生 一共是108个探测机器人 现在的地图 已经完成了近一半的探测了 地图现在展现出来的范围是 方圆600多公里 600多公里 这是一般 穷吃了一惊 如果探测完地图 那就是1000多公里了 这片区域在外面看的话 撑死有方圆势力的样子 所以说 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在地球了 我们是在一个异度的空间里面 不然的话 这里面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地方 哦 可怕 归知道以后会遇到什么玩意儿 我们现在等于说是来到外星了 汉斯有些毛骨悚然地说 没错 所以不管有什么信仰的 都祝你们神保佑我们吧 叶好轩笑了笑 跟着队伍向前走去 五个北极熊今天来这里的作用 十分的明显 因为这里没有一点路 所有的路都是他们一路开出来的 只不过他们的体力 损耗的也太过于厉害 向前推进了几个小时以后 他们就需要在这里面休息片刻 然后才能继续向前走 这里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吗 约瑟夫是第一次来到这里 虽然之前 他折损了数十个精英队员 但是当他真正地走到这里的时候 却感觉着一路也没有遇到什么危险 你得清楚我们现在有探测机器人在这里面 他们起到了最大的作用 叶昊轩拿着平板电脑 看着上面标注出来的危险区域 否则的话 我保证 我们走到这里的话 已经伤亡惨重了 叶医生 我们的机器人已经折损了近一半了 但是前方还有三分之一的区域 没有完成探测 但是那边区域恐怕 机器人也进不去 有个技术型的队员 我来报告 召回吧 剩下那三分之一的路程 我们自己摸索 叶昊轩当机立断地下了命令 因为他清楚 整片区域 是不可能全部由机器人探测的 好的 但是剩下的那三分之一怎么办 标注上 极度危险区域 而且我们也不一定能走到那个地方 我们要到的地方 应该已经探测过了 是 队员匆匆地在地图上 做起了标注 卡迪德虽然有一点神格 但他现在还是一个肉体繁胎 走了这么远的路 他早就有些吃不消了 现在他浮在一棵树上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休息一下再向前走吧 全体原地休息 注意警戒 大家吃点东西再向前走 有十多名队员在附近警戒着 其他的人就在当场休息 现在的时间是中午十点左右 叶浩轩抬头看去 只见昨天半空中的那种 物色的彩光已经不见了 这里的天空隐约的有些发红 而且半空中三个连在一起的太阳 就像是蛋黄一样 我感觉这片生态圈的精华 已经完成了 穷拿出了一份数据 给野豪宣导 也就是说 他的精华 已经成了终极精华 以后这片区域的东西 定行了 那就好 如果这里真的是那样 无止境地进化下去 那才可怕 叶浩轩看了看数据 他对这里的数据看不懂 所以就把数据甩给了穷 这东西还是给你研究吧 我不太看得懂 回头各国发一份就是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一边突然想起了一阵惊呼声 这是卡迪德的父亲的队伍 这些人都是普通人 如果遇到危险 最好的后果就是 被这里的那些生物 给一口吞了